大家好,3月份中国增加了对巴伊斯坦的武器出口 中国共向巴伊斯坦交付了10架战机 其中有6架歼10CE战机 伊斯兰宝在武器库中也增加了50架与中国共同开发的GF-17骁龙战机 1月份巴伊斯坦海津也拥有了一艘中国制造的货卫舰 巴伊斯坦还想从中国购买8艘潜艇 其中4艘将在自己的造船厂建造 中国是巴伊斯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根据斯特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 12年到2021年 北京向巴伊斯坦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武器 去年峰值为7.53亿美元 随着共同对手印度的出现 中国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的武器销售 两国关系也持续扩大 不仅在经济合作 还包括一带一路的倡议发展 共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 中国制造的战斗机和一艘货卫舰已经交付巴伊斯坦 8艘潜艇也可能已近期抵达 10年来中国已经让巴基斯坦出售价值10亿美元的军备 周二就3月22号 中国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会晤 会晤中的王毅说 其能力范围内 北京随时准备为巴基斯坦克服困难和恢复经济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伊斯兰堡的领导人表示希望取得共同的成就 并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 中国目前正在利用全球在乌克兰问题上分心 来加强中国在南亚的地位 巴基斯坦一直是国际反应的前沿焦点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 大家应该明白 1947年英国殖民时代结束后 分治伊斯兰堡和德里已经爆发了多场战争 尤其在克什米尔的主权问题上 中国和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脉 3488公里的共同边界 1962年发生了两国短暂的血腥边境冲突 德里对阿克塞辛和大部分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 北京对印度的阿努纳·切尔邦提出主权要求 自1975年以来 中国和印度军队多次对峙 但没有造成重大人员的伤亡 然而2020年的6月15号 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印度拉达克和中国阿克塞辛之间的 加勒万河谷对峙 我谈一下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 对印的态度 印度还有美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变化 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但只要美国之前使用印太战略围堵中国 印太战略 特别是2020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 中国高度紧张 中国的重装师现在已经到达新疆军区 就在中印边界 跟印度现在一直在对峙两年了 就是美国围堵中国 在你中印边界搞问题 用印度围堵中国 那么现在俄罗斯和美国在欧洲发生了战争 在欧洲战场上 俄罗斯和美国直接对峙 在欧洲发生对峙 那么现在美国打印度牌 还打印太战略围堵中国 我觉得中国要和巴基散加强合作 破解美国的围堵 特别是印度会让美国非常尴尬 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火贸易 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也非常强大 包括印度陆军的武器 你从最传统的突击步枪 再到坦克 特7-2 特90 这都是来自俄罗斯 包括他的阿波拉姆斯 对吧 这个高超级导弹 包括他的苏-30 MKI 对吧 全是俄罗斯的 也包括这个防空导弹 那么印度和俄罗斯加强合作 那么美国就非常尴尬 本来希望用印度围堵中国 结果现在美国最大的对手 在欧洲战场最大对手 俄罗斯和印度在什么 在南亚合作 在印太合作 那美国尴不尴尬 美国这个印太战略 本来是为围堵中国 结果印度和俄罗斯加强 那现在印度和美国的态度呢 其实也是非常微妙的 印度一方面要和美国保持关系 一方面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 美国也多次警告印度 不要和俄罗斯有来往 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拿印度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可以找到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在俄罗斯的问题上 美国不希望中国跟着西方一起围堵俄罗斯吗 跟着西方一起对付俄罗斯 至少不要支持俄罗斯 那么印太问题 我觉得中国可以拿出来跟美国来谈 就你用印太问题 你用印度来围堵我中国 然后你还想让我来制裁俄罗斯 来跟你一起围堵俄罗斯 那这样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就你这个印太战略 你下一步给印度的援助 你美国给印度援助 你美国跟印度的军事合作 你要对我中国透明 甚至我觉得你的印太战略要跟中国解释清楚 你包括什么印度日本澳大利亚 还加上美国形成这个四国联盟 你什么意思 你是把围堵中国 你若不是围堵中国 是不是要请中国也加入 你跟中国是不是要缓和关系 要合作 所以现在拜登没有解释 拜登我觉得和习近平谈话 只是给习近平警告 给中国一个警告 就你不要支持俄罗斯 但是跟中国的关系 实际上还是围堵你的关系 还是利用印度 利用印太战略围堵你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就可以提出来 你的印太战略是不是要调整 如果你继续围堵我 我凭什么制裁俄罗斯 我制裁俄罗斯 然后等着你来围堵我 等你拿印度来围堵我 在中印边界继续挑衅 所以说下一步美国 他对中国的态度 他对印度的态度 中国要观察 如果继续还是给印度支持 印度还是在边境地区挑衅中国 那我觉得中国完全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听美国的 和俄罗斯该合作合作 绝不要上这个当 他现在拿 就是拿恐吓的辞令 恐吓你中国 其实他你说 他有什么军事实力 在中国边境地区部署吗 没有 他的很多的资源 战略资源全都集在欧洲了 他就拿一句话吓唬你 你不跟我合作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有这个实力吗 他也没有了 所以中国不要上这个当 这是我的看法 不要上这个当 一旦他跟印度加强合作 还玩这个印太战略 那中国该跟俄罗斯合作还合作 地缘政治就这么残酷 不是你撂一句话 我就是吧 几天睡不着觉 是吧 给我下勾枪 吊他美国干嘛 你先骂俄署对付完再说 对吧 你放一句话 然后你就去欧洲了 你像拜登跟习平打完电话 然后去欧洲了 干嘛呀 你要真有本事 你把俄罗斯问题解决了 对吧 你求我干嘛呢 你威胁我干嘛呢 嗯 所以说美国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咱中国不要上这个当 对待印度也是 现在在中印边界 我觉得中国对印度也是 警觉起来 美国很有可能 我觉得美国很有可能 他没有实力 直接对中国围堵 他会什么 鼓得印度 让你印度上 美国打兵鼓 给你印度支援 给你印度 拨款 武器装备 跟中国斗 围堵你中国 因为我本美国现在要围堵俄罗斯 所以中印边界 现在中国一定要警惕 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在中印边界 中国现在如果放松 以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 成为焦点 中印边界 印度来个偷袭 那我觉得中国会吃大亏 特别美国 美国现在呢 一定会转移这个矛盾 在欧洲战场 他现在和俄罗斯 进行博弈 他绝对不会放过中国 他一定要在中国 也搞点事情 特别在边境地区 我觉得在中印边界 美国下一步 很有可能搞一些事情 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 这个边境冲突啊 实际上呢 是反击美国 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 为什么呢 美国现在逼中国表态嘛 那中国就可以拿这个中印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 问美国 你到底支持谁 你不是像我支持你 一个据反额吗 那你现在到你支持我的时候了 对不对 你美国是不是得支持我 在印度问题上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 你如果支持印度 公开支持印度 你支持印度 然后你凭什么让我反额 让支持你啊 你都不支持我 我凭什么支持你呢 他逼你表态吗 你也逼他表态 在中印边界上逼他表态 对不对啊 我说这个中国就可以拿中印边界问题逼美国表态 你美国到底什么态度啊 对吧 我中国和印度还有矛盾呢 你到底支不支持我呀 是不是啊 你老让我支持你 你支不支持我呀 你不逼我表态吗 反过来我也逼你表态 你地缘政治就这么残酷啊 不要跟他客气 他拜登上欧洲 唠一句话 威胁你啊 你要不跟我合作 我把你怎么怎么样 屌他 不用屌他 拜登多个毛啊 拜登啊 你要真有本事 把俄罗斯弄下去啊 是不是 你解决不了俄罗斯 你拿话 拿话点我干嘛 啊 现在又让我表态 你让我表态 那印度问题上呢 中印边界问题 你你表不表态啊 你美国 你说也得表态啊 所以说中印问题 是解决美国逼中国表态的 非常有利的手段 下回美国逼中国表态 转中国就拿印度问题 印度问题 中印边界来说 哎 你看中印边界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得支持我们一下啊 中印边界 是不是 你们西方媒体 老让我支持你 你西方媒体在中印边界问题上 是不是也支持支持我们中国呀 所以我说啊 乌克兰这场战争 实际上考验的是美国 美国会非常尴尬 会打乱整个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我觉得他口头上说一套 他背后一定还会做一套 他私下一定会支持印度 因为现在呢 他现在分身乏术 他现在在困在欧洲 他一定还要围堵中国 围堵中国就要用什么 用自己的几个工具啊 什么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 用这个工具 对吧 包括这个新加坡 对吧 台湾 你看这几个都小盟友 一起来围堵中国 新加坡也反 也什么啊 反制俄罗斯啊 制裁俄罗斯 新加坡制裁俄罗斯 你可能都不知道啊 新加坡这么小国家 他制裁俄罗斯 他跟美国绑在一起 未来我觉得啊 这美国用这些小盟友 也会制裁中国 围堵中国 是一定的 美国自己也很难出手 他会找这些伙伴 你说一套做一套 那我就拿印度问题恶心 这是我的看法啊 就是对付美国啊 你不要跟他讲这个什么 讲这大道理 咱就拿实际事来说 你不让我支持你吗 反俄吗 是吧 咱谈谈印度的这事吧 是不是 看你什么态度 马上美国 他就不敢说什么了 他不能说什么 是吧 那就正好嘛 护西尼 我中国也不用表态了 你也不用表态了 是吧 到此为止吧 你也不用说 拜登拿句话吓唬我 我不支持你 你要把我怎么怎么样了 是不是 你不支持我 我还把你怎么样了 是不是 谁怕谁 就拿一个印度问题怼他 我觉得这拜登这个人啊 有的时候 这美国人啊 他就 就有点 有点像那个流氓 对付不了俄罗斯 跑出来 弄一句话 你不跟我合作 我把你怎么怎么样 吓唬你 就自己跑到欧洲 是不是 一屁股屎 欧洲 你看看 跟俄罗斯打的 自己的国内通胀啊 我的妈呀 我 我 前段时间在美国 美国这个油价啊 我告诉大家 那油价涨的 你打个出租车啊 你打个出租车 我以前在美国打过车 那个价格和现在这个价格 这接近一倍的价格啊 恐怖啊 我打一个车去机场花了一千块钱人民币啊 你可能都不知道啊 一千块钱人民币啊 打个车 美国 太恐怖了 所以你想普通老百姓怎么活呀 美国现在焦头烂额 他吓唬中国 不用屌他 那 我这给中国支招啊 印度问题就是 你让我表态吗 我就让你在印度问题上表态 中印边界上表态 对付美国 一定 一定不要跟他客气啊 跟他还讲什么道德 讲这个东西 讲理 没有用的 我